2019年5月4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升旗仪式上 澳门学界升旗队首次亮相 当年我们跟随他们到军营拍摄 记录他们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 接着澳门部队的训练和指导之后的蜕变和成长 他们一直代表澳门学界在众大假纪念日或节兴当中 担负升旗仪式的责任 事隔五年我们再次来到军营 看看升旗队的成员有什么变化 这些年的训练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培养了我对纪律的意识 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能力 因为训练中会涉及一些长时间的例证 还有起步走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累的 然后不管是瓜风还是烈日之下 然后都要保持移动不动 加强了我对这些队列的这些动作的掌握 然后并帮助我在大学的国企护卫队中 可以担任队长的职务 增加了我的生活的决策性 令到我人生目标更加明确 因为其实军营的训练 踏出的每一步都是雷里风行 做的每个动作都是跟着一个指标 迅速地执行的 所以我的执行力会在当中得到巨大的提升 乃至我生活的决策当中 我都会选择有决策就立即去做 而不会思考太多部位的事情 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护棋队的队员 就是未真正上升星期台的队员 到慢慢一年一年逐步上升 到真的做到星期首 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是收获得很多 几位星期队成员已经毕业几年 仍然在大学继续参与国旗护卫队 在不同的舞台上传承爱国情怀 而新一批成员也来到军营当中接受训练 他们对自己的成长充满期待 自从我进来之后拿起国旗 就是阳起那一刻 我就觉得特别之好 我要围着这个心态继续坚持下去 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这些训练 成为他们这些赈宗的一员 期望就是成为更加好的星期首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加大的世界 随着2019年实现全澳学校 升卦国旗全覆盖 校园升旗队的优秀成员 组成了澳门学界升旗队 这个队伍由最初价40名队员 扩展到现在价120名 队员除了在军营当中接受专业价训练 亦都透过参观和交流活动 建立团队精神 增加对国家的认识 进入了学界升旗队进入军营之后 反而会认识到国家的强大 在外面真的很难得才能进入军营这段学习 步操、阳期技巧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升旗队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 因为升旗首所具备的特质 要长年累月地去训练 要需要坚持 要需要一个坚持不下的心去做 他们从校园来 又将这里学习到的知识 带回到校园当中 身火相传 加入升旗队 我觉得也很荣幸 也非常有趣 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升旗的知识 也可以回去跟学校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 分享我在升旗队学到的知识 还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让他们也加入升旗队 我学了更多不是自己的提升 是如何传承给下一届的新队员 或者是自己学校里的学弟、学妹 在这里学习到这种很新的东西 升旗队家训练并不容易 摆臂的幅度一致 步伐整齐 滚滚有神的目光 让旗家坚定自信 每一个动作的幅度 都需要不断重复练习 每一次踏上升旗台 他们都向大家展现澳门青年价果感 和昂阳价精神面貌 我们希望可以深火相传 去承传军人坚毅的意志 希望各位同学 可以继续以努力认真的态度 去处理每一次的训练 去为往后的升旗典礼做好准备 我想起我第一天进来军营的时候 我自己做得并不好 经过了教官的教导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欢迎一身 我希望每一位进来 这里军营学习的学弟学妹 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做得最好 在学界升旗队有很好的导师 也收获了很丰富的友誼 希望大家可以全程投入 必定能够有所成长 负责升国旗 我们对国旗都要一种敬畏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你要有那种魄力 以及军营的一种气势 这些领悟之后 我觉得是首领中心的事情 我们常说任何一份职业 都是光荣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通过这种光荣而平淡 艰巨而漫长的训练 去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每一位升旗队的成员 都希望精益求精 完成每次的升降旗任务 都是一份荣誉和责任 所以他们并没有因为毕业而离开 反而身体力行 和师弟师妹一起 训练和活动 传授经验 用行动传承坚毅的精神 和爱国情怀 亦都对现世言 记住他们的身份 我们是澳门国界升旗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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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